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全球半导体霸权争夺的加剧,三星电子再次发生核心技术泄露事件。 据业内人士日前透露,三星电子装置解决方案DS部门,以涉嫌泄露包含关键技术的大案为由,解雇了工程师A,并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调查。 工程师A再将包括核心半导体技术在内的数十份重要大案,发送到个人外部电子邮件账户后,被抓获。 一些数据随后被转发到另一个外部电子邮件账户,进行二级存储。 据报道,与此事件相关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是,三星电子在其内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全面的通知。 通知内容包括对以往泄露事件的处罚现状,对工程师A的解雇,要求调查等内容。 此举被视为试图提高人们对技术泄露严重性的认识。 此前,准备跳槽到海外公司的工程师B,在远程工作时间,被发现在住所存放了数百张显示包含国家核心技术关键数据的PC萤幕照片。 三星电子要求对B工程师进行调查,经查明其犯罪嫌疑后,将其逮捕移送审理。 在一审中,工程师B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,缓刑两年,并罚款一千万韩元。 但检方提出上诉,称,鉴于他只承认了极小部分的嫌疑,而且毫无悔意,应当从众处罚。 第二次审判,正在进行中。 准备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工程师C,也被拍到在自己的荧幕上,存储了数千张重要技术数据的照片。 三星也驳回了工程师C并要求进行调查。 工程师C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。 检方正在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,认为量刑过于从轻。 今年早些时候,三星电子子公司SIMS的七名前研究人员,因违反工业技术预防和保护法而被判入狱。 他们被指控非法使用SIMS的商业秘密,包括制造半导体施法清洗设备的技术。 他们使用他们创造的24种设计,制造了价值710亿韩元的14台设备。 除了内部动荡,据电子时报报道,知情人士透露,包括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内的NAND快闪,晶片制造商正在考虑提高报价。 报道称,NAND Flash价格暴跌给供应商造成了巨大损失,他们现在正在努力止血。 消息人士称,三星和SK海力士在寻求,将其NAND快闪价格提高3%至5%, 并表示,NAND快闪的价格已经将至可变成本以下,一些品牌SSD的价格已经接近HDD的价格。 分析表示,DRAM现货市场价格已经触底,但NAND快闪价格跌势仍在放缓,但速度较慢。 SSD和UFH在终端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价格仍在下跌,第二季度仍未有太大改善。 市场观察人士预计,2023年第二季度,NAND快闪合约价格下降了10%或更多。 虽然三星已经开始减产,但至少需要3至5个月的时间,才能看到市场库存水平有明显改善。 观察人士表示,库存调整预计将在持续6个月,价格可能要到2023年第四季度或2024年初,才会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反弹。 NAND市场低迷,凯霞与西部数据正加紧讨论合并。 韩国媒体报道指出,如果两家公司成功合并,将会改变NAND快闪产业的游戏规则。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的数据,2022年,凯霞在全球NAND快闪市场的份额为18.3%,西部数据占13.4%,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。 这两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合计为31.7%,接近目前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三星电子33.4%,SK海力士的市场份额为18.5%,排名第二。 这意味着,NAND快闪市场将从韩国两大记忆体巨头主导的格局,转变为每日共同参与的三方竞争格局。 在此背景之下,据韩国媒体Chosen Beasts 报道,知情人士称,三星正在考虑推迟其评则三号P3工厂晶圆代工生产线上的封装设备投资,并将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量产的首款产品推迟至明年。 分析认为,半导体需求低迷导致IT供应商推迟对数据中心的投资,因此三星也采取了更为保守的做法。 有消息称,三星计划在P3工厂打造的代工线为4纳米工艺。 年初计划每月投资2.8万片12英寸晶圆,占三星电子晶圆代工总产量的6%至7%。 韩国业内消息人士此前指出,这条代工线最早将于2023年5月开始实生产。 报道称,一直在快速打造P3生产线的三星开始调整计划,因为他判断半导体市场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复苏。 由于代工厂的利用率主要取决于订单,随着客户推迟投资,三星也需要相应调整。 另一方面,有人预计,随着三星P3代工投资放缓,DRAM产线增设规模也将缩减。 市场研究公司Amdia预测,P3工厂的DRAM产线产能增幅将从最初计划的5万片减少至3万片左右。 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三星官方已经宣布DRAM减产,但减产主要集中在DDR4,价格相对较低,库存充足。 同时,三星也在确保其在难度更大的DDR5和LPDDR5上的产能。 三星电子第二季度的利润,营收暴跌,利润同比下滑96%,跌至14年来的最低水平。 就是由于记忆体晶片目前的需求不振,导致价格低于成本。 据韩国媒体DILAT报道,三星近期更换了晶圆代工DRAM部门的负责人。 三星的晶片部门被称为Device Solution,最近开始重组其执行副总裁级别的高层。 晶圆代工部门的技术长尤齋太正代人,他此前曾是开发主管,而扎亨库接替了他之前的职务。 记忆体业务方面,三星任命Huang Senjun为DRAM开发主管,他此前负责战略行销。 此外,三星还任命了新的高级开发、设计和战略负责人。 外媒表示,三星在年终更换领导团队的举动很不寻常,这有可能反映了公司当前正面临困难。 目前在DRAM方面,HBM产品也落后于竞争对手。 三星公司还为装置体验部门下的网络业务板块组建了新的开发团队。 三星在尖端晶片代工领域的市场份额落后于台积电。 三星电子仍在于台积电,就三奈米的晶片制造订单展开激烈的竞争。 这是三星电子在基于FinFET的节点近十年后,首次采用GAFET技术的半导体代工节点。 三奈米节点SF3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大规模生产。 三星声称,在该节点的开发阶段,晶圆良率在60%至70%之间。 这个数字对于吸引客户至关重要,因为他们的晶圆订单首先是基于良率,其次才是每片晶圆的成本。 目前,三星的奈米节点的客户,包括未命名的HPC处理器设计者和一个行动AP应用处理器设计者。 三星还表示,由于2023年至2024年将由3奈米级SF3节点,即3GAP及其改进版SF3P,即3GAP Plus主导,该公司将在2025年至2026年开始引入其2奈米级节点。 在2022年,关于其工程部门向客户编造良率数字,以赢得他们的业务的争议之后,三星正试图在晶片设计者中重建信心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